振兴五倍券的方案 政院大转弯 现在倾向让全民都不用自掏腰包 可以直接普发振兴券 每个人一圈人的费用 是由政府来吸收 按照全台总人口来算 经费大约是230亿 再加上应券相关的行政成本20亿元 预计会由纾困4.0 剩余的1600亿预算来指引 其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台湾在疫情期间 还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成长 现在应该让全民来共享 经济成长的果实 对此民众大都市乐观启程 周末一早民众上街买菜 疫情期间摊商超市跟百货 都闷了好久 为了刺激消费动能 政院将推振兴五倍券 而且眼里让全民都能免费领 我赞成啊 直接发挥比较好一点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可以就觉得要照顾好 照顾啊没关系啦 大家都有嘛 原本规划让民众拿一千现金 一块五千元消费券 不过考量疫情冲击 这回不让民众自掏腰包 每人千元费用 政府来吸收 安全台两千三百万人口出来算 总共就两百三十亿元 加上二十亿印券相关行政费用 都将由纾困四点零 剩余的一千六百亿来支印 而台湾在疫情期间 经济的好表现 也让全民共享 经济成长的果实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持续提升 考量政府整体财政负担后 经济成长的成果 应该可以让全民共享 院长认为 这一次民众兑换五倍捐食 应该付的一千元 可评估全部由中央政府来吸收负担 政府有心 暂性经济要全民一起拼 不过也有民众对消费券 还是持观望态度 其实现金最实际 对 因为太多人需要现金了 就像你看这边周边的这些人 现金会比较好 比较好要 对 就比较不会局限在某些商店 从掏一千换五千 到现在全民免费零五千消费券 振兴方案滚动检讨 要等苏葵周一跟民进党立委们 开会沟通才会做最终拍板 记者 林先生 宥宏惠才 特别的报道